就理应对自己的选择承担相应的后果 由此被单位辞退并不值得同情 用工双方各执一词 而法院最终认定 用人单位行使管理权 应遵循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 解除劳动合同 系最严厉的惩戒措施 用人单位尤其应当审慎用之 根据我国劳动法规定 劳动者在丧嫁期间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支付工资 简单说 丧嫁属于代薪嫁 根据关于国营企业职工 请婚丧嫁和路程嫁问题的通知 国营企业职工本人的直系亲属死亡时 酌情给予一至三天的丧嫁 需要职工本人去外地料理丧事的 根据路程远近可另外给予路程嫁 然而对于私营企业职工的丧嫁 该为多少天没有具体规定 那么如何理解合理限度和善意的原则 要想解除劳动合同 必须具备哪些要素呢 是不是我一定要拿到这个 比如说公司批回来的说 同意请假 我才能去休假 这个案子呢 其实就比较特殊 父亲病重 那么这时候呢 他请假 这主管领导就是代表用人单位 来批准了劳动者的这个假 那么劳动者就离开 回去探亲 我觉得这完全是符合实体上的规定 和程序上的规定 所以如果你按照制度来说 我要一级一级的上报 一级一级的批准 那么你批个十天半个月的 那可能这个情况 就完全是应付不了这种情况 我认为用人单位呢 应当灵活的来掌握 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个程序 而且确实呢 也要考虑到 对劳动者的人性的这种关怀 我说这个公司啊 按南方的说法就拎不清啊 这个事你从引发到社会运行层面 你就哪条人都站不住理 一个人家家不是说出去旅游了 这最少公司缺乏这种人性的关怀 第二他又五十多岁了 还干了十几年在你公司老员工 然后又来自贫困县 你公司就不动动脑子 这些因素粘上一条 我告诉你 于情最少先不说理 不说法 于情就会导向这个 最终你公司既输了官司 甚至还失去了人心 这一点其实非常值得我们 对我的形象 对那像遇到这种情况 有些单位可能用工情况就是特殊 比如说像媒体单位直播的比较多 我今天缺了这个人 我就干不了活了 这就是考验这个用人单位的 这个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当中 其实员工遇到这种 家里有一些急事的这种情况 其实并不少见 那么遇到这种情况 我觉得用人单位 就应当有这么一个预案 要有这样的一个制度的一些保障 而不是说我规定很僵化 就是想着完全靠着一个人 那么我们其他的呢 有一些预案呢 有一些制度呀 要跟上来防备这种情况 事实上 因各种各样的理由 被用工方辞退 而得不到赔偿 在职场中并非个例 2021年1月 曾任职拼多多的技术开发工程师 王某在某职场社交平台匿名发帖 内容为 第二位拼多多猛事倒下了 并配有一张办公楼外 停放救护车的图片 三天后 王某更新一条名为 因为看到同事被台上救护车 我被拼多多开除了的视频 表示自己匿名发帖后 拼多多在短时间内找到自己 并将自己辞退 而此前 2020年12月29号凌晨 刚刚上班一年多的 拼多多女员工张某 在下班路上突然猝死 生命定格在了22岁 1月7号 拼多多的一名员工 因为肠禁卵 直接被从工位上 抬进了救护车 1月9号 一名去年刚入职 拼多多的员工 在长沙家中 跳楼自杀 以我个人而言 我在拼多多工作时间 一般是早上的11点钟到 晚上的11点到12点不等 即便维持在 每天平均12个小时的市场 然后每周六天 王某表示 拼多多上海本部的员工 每个月会有隐性的 强制要求工作300小时 工时不够会被谈话 对此拼多多表示 言论不实 据了解 王某与拼多多的劳动合同期 是到2022年7月 劳动合同规定 以方王某若有 严重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 甲方拼多多可立即解除合同 且不支付任何补偿金 拼多多回应称 王某被公司解约 不是因为他发布了救护车照片 而是公司事后调查发现 他多次在这一社区发布 带有显著恶意的极端言论 违反了员工手册中 双方约定的行为规范 虽然公司给了他们的几个理由 我承认我可能说出 公司的一些情况 包括救护车的情况